其实今天检方也是大动作来搜索卫权总部 那么黑心行为一一被端上了台面 旗下卫权的股价从36.1元一路跌到了现在23.6元 害惨了20万名的小股东 而康师傅更是连跌了5天 市值大减超过500亿 光是卫家大概就损失了196亿 顶星大卖黑心油毒害全民检掉总算动起来 卫权总部今天气氛非常低迷 因为检掉单位上午就出动大批人马前往搜索 为了保全证据 检方上午搜索包括卫权总部细纸实验室 顶星101总部和卫家地保豪宅查扣相关掌测资料 一方面搜索一方面扣押卫家名下三户地保 14户房地产卫权等七档股票 加上八个银行账户大约20亿 就是为了防止脱产 要他们快点把黑心钱吐出来 顶星正义 他们既然会赚人民的黑心钱 也一定会逃漏税 所以我们会加强查核 顶星真的好黑心 财政部查出 顶星自由等相关公司涉嫌逃漏赢索税 连补贷罚税款超过4亿 干架的黑心市一一被揪了出来 顶星概念股通通打回票 卫权股价绿到投资人脸上也惨绿 从黑心油爆发8号开始 卫权股价从36.1块一路溜滑梯 到16号收盘只剩23.6块 再创五年新低 害惨卫权20万小股东 这整体损失的话可能比卫权损失都还要多非常非常多 而且赔上的是我们整个台湾的美食王国的这个名誉 所以我觉得这次卫权是自食其果 但是不小心的是把全民也一起赔上去了 只能说是限市报 卫权康师傅股价连跌五天 市值蒸发518亿 只和卫权身家2580亿相比 损失196亿 只是九牛一毛 怎能叫人补气愤 典型犯罪全民受害 无辜的老百姓 只希望检方能快点将卫家省之以法 东云财经新闻综合报导